52岁陈小姐眼睛视力模糊了两个月 去年7月右眼突然看不见 可是并不是黑色 它是白色的 原来她眼睛内长了恶性肿瘤 甚至占据眼球的四分之一 才会看不见 一时为患者做了眼睛超音波 核磁共振检查 诊断为脉络膜肿瘤 是致死率很高的眼睛原发恶性肿瘤 担心转移 一时也赶紧再为患者做腹部超音波 跟肿瘤扫描 确认无全身转移 下一步开刀治疗 但眼球内的肿瘤手术相当困难 它黑色鼠瘤是在这个位置 长得很大拖到眼球里面去 那么要把它拿掉 我们是需要把拱膜前状切开来 那里面连同一部分的拱膜 跟这个肿瘤一起切掉 那像这个病人 它本身肿瘤的这个 直径就1.5公分 切掉连丢一起拿出来 但是我要维持眼球的完整 它才不会眼睛塌掉 为什么我们说 黑色鼠瘤其实是个隐形杀手 因为当它还没有影响到黄斑部 它可能就是一个初学表现 突然看不到 或者病人甚至没有症状 医师说眼内恶性肿瘤发生率极低 欧美国家每年每千万人 大约有50到60位患者 亚洲人则是每千万人中 每年约有6位患者 卫福部资料显示 台湾在民国110年就有17个病例 早期的治疗 眼球摘除 对病人日后生活影响大 而现行医生透过精细手术 切除肿瘤 保留眼球跟患者一定程度的视力 也重拾患者生活与自信 TVBS新闻 陈淑贤红 蔡隆台中 蔡冯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